不管是就是心的 無故的 都也是心的 每一條念頭 就是不斷不斷在三星 所以我們心心生命 所以我們就要用心慶念去觀察 觀察的就是生主義命 在每一個時候就是在生主義命中 我們經過才要直視 就要去聽 生主義命中的道理 不是只說知道啦知道啦 我們要時時直視經過 什麼樣的事情就是在生主義命中 但是我們反省性欲無量 我們反省就是因為 性欲 既然反省所以會苦 所以會對外境 一定貪欄無道 不斷地貪欲 就是用來欲無量 不斷地貪欲 所以他就要說話無量 那說話無量 所以就是欲無量 在生主義命中的道理 就是欲無量 在生主義命中的道理 在生主義命中的道理 就是欲無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每一个日宅就过去 好几乎没在我们的心灵 这是不是生煮意愿 那个煮的时间是这样的断吃 你宅就过去 所以它就是意 这种煮的时间是非常断吃 所以无量煮食是中一发生 煮一发生就无上野 如是无上无上不上 不上无上名为是上 这样过去已经跟别人说那么多了 现在把这个门打起来 有点贴会得到 有的人会觉得 叔父在开设的时候我知道 不过火灯回来设这个门 我又不记得了 是不是生煮意不中 在在听的时候 开设的时候 不好情情知道 不过火灯过去 火灯回来设这个门门 无量煮食是中一发生 我知道我知道 这叔父我说过去一发生 到底什么一发呢 老当年那是天地万物 万事万里 无不得是中一行生 所以一句话说 一里通啊万里天 最怕的 跟我们说我知道 不过火灯呢 听听有啦 还有就是心无痛嘛 就是无悟到 开始 有开 跟这个门已经开了 一里呢 给大家知识过了 但是呢 都是无悟 因为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沉立 所以只为了 开始无悟了 这是佛陀来人间的一代数啊 这世纪呢 他就要 开百万数千的法文 来对抵 众生的烦恼 众生的烦恼 有百万数千 因为呢 烦恼很普遍 有了众生这样的烦恼 所以佛陀呢 要开百万数千的法文 所以叫做开 开了后 就要呢 把这个百万数千的烦恼 一一啊 不断的改善 这叫做死 这样呢 烦恼 众生 健忘 很近的 都没记得起了 又众头伤起 八万四千的 你想 法文 法文 要落罪了 所以 让我们转眼的眼睛 这一角一普体 有头的叶子 那么一叶子 一叶子 叶子 心理 有头发现 手賴 不得的 只有一个女人 所以那种是妙子 脸的妙子 这一段 妙妻不懂 那两心嘛 所以各者主角 不觉还是不觉 何度不是只有主角 他要向着真多不觉 的众生起开无量 无人 所以记忆法者 这无想 无想 这无想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 妙妻不懂 但到底是什么想 无法用形容来说 无法拿东西出来给你们看 无想嘛 只能够替火 能够隔天 无法度标准出来 所以如是无想 无想不想 这就是叫做是想 无想呢 实在是无不想 实在是无不想 说起来哪一行不是有它 的想存在呢 那每一行的想呢 哪一行没它的想存在 没它的法存在呢 火有火的经济啊 火的经济呢 有它的本性啊 做对不说火变成秋啊 火就是火嘛 所以啊 火有火 它的主性存在 手有手 它的主性存在 看看一看一看 cen娃手的主性 哦 它的主性是什么 它可以去替它 替它调油 酒露油妙不妙啊 酒露油又會變成酒露丸 所以每一項的項目都有它的法存在 我記得說在幼書經 和大家分享過去 一位老書就是幼書 跟她的土地說 來,你今天一出去 和我拆一項油回來 這個土地呢 冠軍啊,那冠軍啊,去山頂啊 要去拆一項油草回來 走一天啊 回來,哪空空 是怎樣才會空空 啊,叔父你不是跟我講 康主